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点击这个地方 他一样会跳这个档 那你可以按右键令存新档 把这个档存在 比如说名称叫什么 PM25 点 Jackson 那你在什么 去这边去把它开起来 可是问题 以后当然如果他已经有一个网络位置 你干嘛没事就点然后再存 每次你就要再点再存 岂不是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浪费时间 所以最好是直接去抓 他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一一我再把这个位置复制起来 OK 不过你会发现他好像差别就是后面等于本来是等于CSV 那现在好像等于Jackson 差别在这里 其他好像都没变 OK 所以我就把那个程式部分也许 call过来 然后改一下等于Jackson 改一下等于 其实他前面好像都一样 一样用request去把它抓过来 抓过来encoding 他一样YouTube吧 我刚刚看过了 那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放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 他是放个 他是放一个什么 放个串列开头 不过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你看到这个什么 看到这个.test的话 基本上他应该是 一个什么 应该是 我把它type一下 type的话 意思说我要知道这个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前面好像第一堂课就讲了type type他按执行 那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 一个字串 那问题如果说把这个字串 丢到一个什么 丢到一个list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边假如说直接丢给他 他就是字串 可是我将来要把他每一个每一笔资料都抓出来 print出来的话 那他这个地方 就没有办法当 那个串列来用 这可能比较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 他这边输出 假设我今天把那个type拿掉 把它print一下 那实际上你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先把它漫掉 我把它执行的话呢 虽然你看到的这个资料他是一个类似像这样串列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的前面是有 双引号的 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串里面 他是一个字串 所以假设你要把前后的双引号拿掉 让他恢复成他原来的串列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外面在包一个什么 在包一个那个 eValue的 特别重要 如果你将来要把外面的那个 双引号拿掉的话 请你在 这个test的外面 假设你要先丢给这个list之前 请你外面加一个eValue 刮呼一下 那这个eValue主要的用途就是怎么样 他本来里面是一个字串 我希望把他外面字串符号拿掉的话 你可以用eValue这一招 OK 这一招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官网 我看 他意思好像就是说 反正就是不管 什么格式 我只要抓里面的东西的话 字串符号会自动消失 就变成说他得到的就是一个串列 当然如果说你不用这一招的话 另外你还可以用另外一招 什么你可以逗点 用 Jackson Jackson里面有一个方法叫low Jacksonlow 得到的结果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说书上大部分都用Jacksonlow 不过 我是觉得用Jacksonlow跟这个结果一样 你要imput一个Jackson 然后又要Jacksonlow 我觉得好像 写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因为航数比较少 如果算航数的话 OK 因为Jackson的话 两个结果是一样 待会我可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就把它print出来 他就是会放在list里面 如果你转完之后 他这个里面就是才会是一个 所以也许你可以print这边好了 假设我这边eValue 假设我把它外面包一下 然后再加一个type type 所以你也可以再type一次 刚刚是string 现在的话会不会是 string 看一下 把这个type出来 list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eValue还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的东西 刚好是放在字串里面 但是你要把字串里面的东西取出来的话 用eValue是最简单的 OK 如果我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我已经知道 那我就可以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就for each in 我就把里面东西 抓到这边 里面的东西刚好就是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一个的那个 就是 就是字典 所以我要把那个字典东西拿出来的话 基本上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 一个一个的for each 所以直接执行 我先把它 这个是一个串列 然后我要把这个 所以for each in这个 这个先抓出来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的话 那我就跑一个什么 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 我们前面写过了 就快速带一下 for each dic 这我自己取一个变数名称 字典 in这个list 在这个 在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帮我抓出来 我先抓第一个 轮备 那我如果只要他的 后面的资料 不要key 只要value的话 那我这前面好像写过 有没有 你可以把 dic的values 先抓出来 values 那个 那个部分 就是后面的部分 全部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记得要 转成list 如果你没转成list 他前面没办法接 然后名称我自己取一个叫list values 然后把list values print出来看一下 OK你可以看到 他出来的话 就会是只有什么 只有这些 有没有 这个 OK 只有哪一些呢 其实就我们把那个资料我看一下这个 云端上面的 可是我切到这边 用这样来看 这个是 云端上面的 其实是这个 就是这个 把这个value部分抓过来 这个value部分抓过来 就key跳过就对了 也就是他里面的 栏文名称不要 我只要后面的这些资料一个一个帮我抓过来 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一个抓过来 再换下一个富贵脚富贵脚就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OK 如果说我今天要再把它丢到 因为我输出了吗 我已经变成这样 那我没有办法输出成一个 给Excel能用的档 那最好是CSV 所以第一阶段请各位先练习 把它抓下来 第二阶段就是 再帮我把这个 下载的东西 帮我转出成一个什么 一个 就一次有能用个CSV档 画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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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